深夜 我跟着如意势力在少夫人房门外 侧耳听者里面的动静 千公拔布床 晃出支呀支呀的响动 少夫人猫般抽气求饶起来 来人 我俩连忙进了房间 我把脱了力的少夫人扶下床 如意责备还意犹未尽的二公子一把扯进了床蔓里 云雨负起 我垂眸专心为少夫人擦拭赤裸的身子 少夫人悠悠地盯折紧闭的床外 目光渐冷 随手捏在我胳膊的肉上 我倒吸一口凉气 疼得浑身打起了哆嗦 咬紧牙关 一点声音都不敢出 我自小背拐 卖给专门为大户人家培养丫鬟的人牙子 深知我们做丫鬟的 不过是一个会喘气的物件罢了 和屋子里的桌椅板凳并无任何不同 主人不用拿我们当人一样避讳 同样的 我们也不必有羞耻之心 只要顺从就好 床蔓里 响起皮肉撞到墙上的闷响 还有女子压抑不住的痛呼声 片刻后 浑身轻子的如意连滚带爬地 从床上摔了下来 二公子满脸艳足 厌恶地把手心拽落的长发甩出去 朝着少夫人温和一笑 圆圆 快来歇息吧 少夫人娇羞地点了点头 依偎进了二公子怀里 二公子已靠在床头 闲雾地打亮地上的如意一眼 这丫头不忠用了说着目光黏逆如实质 榴莲在我脸上 胸脯上 最终满意地点了点头 少夫人对我笑得极和善 你来了好几日 还没赐名吧 我连忙跪下 主子打算赐名是恩典 少夫人声音轻柔 又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恨意 你便叫如意吧 我叫如意 我偷眼看了看赤裸蜷缩跪在地上的如意 少夫人话音刚落 她的身子便猛地一色缩 脸色苍白如纸 我的脑袋里乱得厉害 手心冒出了汗 在被迈进威远侯府之前 我把所有的私房钱都塞给了人牙子 求她提点 威远侯府的二公子名叫贺之舟 是出了名的克己妇礼 不尽女色 娶妻夜是圆圆 乃是御史嫡女 在归中时便有贤惠和善的美名 二人婚后感情甚度 贺之舟没有任何妾事 唯有一个打小服侍的丫鬟如意 被夜圆圆做主开脸成了通房 也只是用来堵住悠悠众口地摆着罢了 我当时还庆幸 这是一个好去处 主资都是宽厚的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如意 那她是谁 呵呵 这丫头 莫不是高兴傻了 少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面前 伸手抬起我的下巴 尖利的指甲刺进了我的皮肉里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夫君的通房 如意 这是你的福气 要惜福 懂吗 我忘记了自己是怎么谢恩 怎么退下的 回过神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阴暗狭窄的住所里 满身伤痕的如意正对着一条 就怕子发呆 我想着打盆水帮她擦洗一下伤口 她却一把按住我 不用麻烦 这伤致不致都没什么区别 她转头看向我 目光中都是绝望和悲悯 今天开始 你就是如意了 日后若是同前相的罗大娘 托人来给你问好 你方便的话就带个口信给她 不必相见 我皱眉 为何 如意笑了笑 谁知道那是哪个如意的家人 为了给爹爹治病 就卖身进了侯府 临死前叮嘱 莫要让家人知道 就这么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她说着 把那旧帕子贴在脸上 它可真好啊 还有娘亲惦记 我小时候 我娘为了给弟弟换一顿饱饭 就把我卖了 就连这块帕子 也是我从她身上偷来的 我还有个妹妹叫小草 是从小在我背上长大的 也不知道娘会不会善待她 一灯如豆 她的声音带上了隐隐的哭腔 她是侯府第二十二个如意 赫之洲需要君子端方的名声 叶圆圆需要省心的后院和众人的艳羡 所以侯府就只能有一个如意 主姿用烦了 用眷了 就悄无声息地处理了 再换个新的 他们夫妻二人 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想让她跑 但是话到嘴边 却还是只能咽下 没有户籍 没有放奴书 逃奴到哪里 都是重罪 你会写字吗? 她一边说 一边从枕头下拿出一张纸 咬破手指 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赵妞妞三个字 纸上还有很多个名字 不同的是字体或清秀或稚嫩 相同的是 都是以血书写 赵妞妞抱住我 我叫赵妞妞 你也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呀 我握住那张薄薄的纸 每个如意 都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才能有自己的名字 而我 要做第二十三个如意了 第二天一早 我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出神 她不见了 唯有墙角留下了一块沾了血的就帕子 用早膳时 二公子院里碰到的每个丫鬟嬷嬷 都熟人又亲热地和我打招呼 如意姑娘早 伺候叶圆圆梳妆的时候 叶圆圆透过镜子 含笑打亮我 眼里的极度一闪而过 来送早膳的周嬷嬷 也是叶圆圆得力地陪嫁嬷嬷 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又顺势一脚踢在我肚子上 不要脸的狐媚子 一大清早地发浪 瞪着一双光了水的眼睛想勾引谁 我连忙忍痛跪下 周嬷嬷却还是不依不饶 一脚踩在我的手上 使劲地拈 我疼得浑身冒起冷汗 半嗓 叶圆圆的声音才柔柔响起 大清早地 何必为难他 瞧瞧这可怜剑的一边说 一边亲手扶起我 如意 你准备着 明晚夫君会过来 你好好伺候 我必不会亏待你 周嬷嬷催了我一口 也就是少夫人心善 才能容你 叶圆圆拿起我被周嬷嬷踩出了血的手 轻轻吹了吹 手受了伤 今天就别安排他做粗活了 正好大厨房要腌咸肉 这活计轻巧 嬷嬷便把如意带去帮忙吧 她笑得如菩萨般慈眉善目 记着 肉放了盐 要用手揉 才能腌得入味 受了伤的手 在周嬷嬷的监视下 身近放满了粗盐的罐子里 剧烈的疼痛让我陡然清醒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坐如意注定会死 死前还要被伪善的叶圆圆折磨 成为道貌黯然的贺之周谢欲的工具 我要想法滋搏一条生路 粗手蹦脚的小蹄子 熬坏了老夫人的药 仔细我接了你的皮 我咬牙腌完了咸肉 刚刚准备打水洗手 周嬷嬷的喝骂声便响起 一个瘦弱黑黄的小丫鬟 被她用碗口粗的烧火棍狠狠抽打在背上 那小丫鬟却不哭喊求饶 只是蜷缩着护住头 嬷嬷当心气坏了身子 我陪着笑上前夺下了周嬷嬷的烧火棍 抬手把头上唯一一只素银簪子塞到她手里 承蒙嬷嬷提点 这个就当请嬷嬷吃酒 周嬷嬷打亮两眼那只簪子 冷哼一声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倒还多管闲事 接算你运气好 我就饶了你 好好看着药 煎好了告诉我 周嬷嬷把活计推给了小丫鬟 自己捏着簪子寻无人处夺揽 我从怀里掏出一块染了点点血迹的就帕子 蹲在那小丫鬟面前 帮她擦嘴角的血 小丫鬟的眼睛陡然明亮起来 一把抓住那块帕子 这帕子你哪来的 我打亮她那双和赵妞妞气氛相似的眉眼 叹了口气 我叫如意 是二公子的通房丫鬟 这帕子 是上一个如意死前留下的 小丫鬟的脸上 一瞬间褪去了所有血色 痘大的泪珠从她眼睛里滑落 薄薄的唇抖得厉害 怪不得 怪不得我怎么打听都找不到我姐姐 她当然找不到她的姐姐赵妞妞 因为赵妞妞在卖身为奴的那一刻就失去了姓名 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主子手中一个叫做如意的物件 她的手紧握成拳 露出点点血迹 眼睛里满是极度悲伤后凝聚出的巨大恨意 我把她搂在怀里 声音轻柔地近乎呢喃 你叫小草是吗 我听你姐姐提过你 咦 想为她报仇吗 傍晚 我跟着叶元元去主院给她的婆母 也就是侯府的老夫人秦氏请安 秦氏打亮我两眼 随即阴沉遮脸 训斥了叶元元 周二胡闹 你这个做妻子的竟也由着她 不知规劝着 我心中一动 抬眼看向秦氏 秦氏的声音刻意压低 你们才成婚不到两年 就弄出了这么多通房丫头来 我乔者十几二十个也该有了吧 周二的身体还要不要 虽说这侯府是我做主 帮你们弹压遮掩着 你们也别太由着性子来 我在心中暗暗冷笑 这一家子夫妻母子 都是一样的恶心 为了维持道貌黯然的名声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为了讨好夫君 便肆意残害无辜 丫鬟的性命在他们眼中 成了最不需要在意顾兮的东西 叶元元直挺挺地跪在地上 不住地磕头 秦氏气得厉害 脸色通红 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还是周嬷嬷及时送了汤药来 叶元元才借骨退下 刚刚走出主院 叶元元便一个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 不要脸的贱人 她平白遭了一痛责难 不敢怨夫君风流 也不敢怨婆母不讲道理 只能把气撒到我这个通房丫鬟身上 地妹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可别气坏了身子 一道轻柔的女生传来 只见两个丫鬟扶着一名苍白娇弱的妇人走近 竟是威远侯府大公子贺之远的夫人 大少夫人陆明珠 叶元元冷哼一声 连个瓶礼都懒得行 大嫂常言病着 怎么还出来闲逛 也不怕把病气过了人 这话着实不客气 陆明珠却也不恼 我刚吃了药 打算来向母亲请安 不知这丫头怎么惹了弟妹 瞧瞧这惹人脸的美貌丫头 不如卖我一个面子 饶她一回吧 叶元元的怒意更盛 大嫂该不是信了什么长嫂如母的鬼话 连我管教房里人都要干预吧 来人 把这丫头包衣 是杖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四肢百孩一片冰凉 包衣杖刑是要脱了裤子 木板打到皮肉上的 便是打不死 受刑者也是生不如死 小心这点 别打死了叶元元这话一出 一旁的陆明珠似是不忍一般 垂下了眼 眼神中是一抹一闪而过的遗憾 早就听闻 这威远侯府大公子是早逝的侯夫人留下的嫡子 而二公子则是续贤的秦氏所生 都是嫡子 但是大公子占了掌 二公子占了好名声 而且还有个得宠的生物 他们二人各有长短 所以 世子之位一直悬而未决 大房二房表面和睦 实则是同水火 如今这陆明珠 看似为我求情 实则似乎是在激怒叶元元杀我 我的性命 成了他们轴里斗气的工具 眼看着几个婆子就要来扯我 我不住地求饶 混乱之间 只听不远处老夫人的主院里 突然传出一声尖利的哭嚎 老夫人轰了 一时间 众人都愣在了原地 我脱离一般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冷汗浸透了衣衫 叶元元反应过来 慌慌张张地奔向主院 我刚想起身 一阵悠香袭来 陆明珠扶住我的胳膊 附在我耳边 声音极清极浅 今天我的药 味道不太对呢 一阵风吹过 他的声音消散破碎 我看向他同样急切奔向主院的背影出神 秦氏体盘 兼之脾气极为暴躁刚烈 每每发怒后 必会头晕头痛 脸色战红 每日所食的药也是以清新净气凉血为主 陆明珠身体虚弱 气血不足 吃的药便都是活血补气的大补之物 叶元元未表孝心 秦氏的药 她都会派自己的陪房周嬷嬷亲自监主递送 而陆明珠的药 每日里也是放在大厨房临近的灶上间 似我这般打算高价卖给大户人家的丫鬟 从小就会被交些粗浅的一理常识 所以在厨房里 我通过赵小草给我看的药渣 结合秦氏和陆明珠的外表 便确定了他们的病症正好相可 女眷多怕苦 所以药里都放了分量不小的山楂和蜂蜜调和苦味 所以 这两碗颜色味道都差不多的药 便拿错了 恰好秦氏今天因着叶元元又动了怒 盛怒之下喝了活血的汤药 刚刚一起身 便一头栽倒 几夕之间救上了西天 果然 是天不觉我 老侯叶震怒 派人彻查此事 很快便根据碗里残余的药 发现了秦氏和陆明珠的药被调换 周嬷嬷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 涕泪横流地不住叩头 再不见欺凌我时的盛气凌人 侯叶 奴婢冤枉啊 那天的药是大厨房的小草煎的 是她熬错了药 放错了碗 和奴婢没有半点关系啊 小草扑通一声跪下 侯叶明见 给老夫人熬药这等重要差事 一向是周嬷嬷亲自负责 我们这些小丫头一概不许粘手 况且那天我挨了打 被嬷嬷赶了出去 二公子房里的如意姐姐也在 可以为奴婢作证 我跪地称氏 厨房其余的几个婆子也都称 下午没有看到过周嬷嬷走出厨房 周嬷嬷被堵住了嘴 乱棍打死 陆明珠似乎是被板子打在肉上的闷响声吓到了 用帕子抹了抹泪 这周嬷嬷到底是弟妹的陪房 最最亲近的人 怎么偏偏是她害死了母亲呢 偏偏今天母亲又和弟妹生了气 诸多巧合 只能说是天意弄人 轻轻柔柔的几句话 却比刀子还锋利 老侯叶的脸色更加阴沉 冷冷瞥向叶媛媛 贺之舟眼睛哭得红肿 咬着牙怒是叶媛媛 陆明珠脱离一样 靠在贺之远的怀里 夫妻二人明明眼中含泪 唇角却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叶媛媛彻底白了脸色 张了嘴 却说不出话来 那天以后 随着威远侯府老夫人的死 二少夫人叶媛媛 忤逆不笑 气死了婆母的传言 风一般悄然弥漫在京城 更有甚者 甚至猜测叶媛媛蓄意杀害婆母 流言厉害之处 便是不需任何证据 便可杀人无形 叶媛媛在威远侯府 彻底失了夫君宠爱 公爹看重 管家权落到了陆明珠手里 身边的陪嫁嬷嬷也被老侯叶借口发卖 下人见风使舵 不负恭敬 吃食用度都被克扣 日子过得竟连失宠了的老姨娘都不如 叶家的几个代嫁女儿无人问津 定了亲的也被男方退婚 叶玉使在朝堂上被人弹劾教女无方 丢了官职 叶媛媛彻底没了倚仗 我侍寝的事也被搁置下来 只因本朝十分重视孝道 按规矩 丧母应守孝三年 三年不得食荤腥酒肉 不得尽女色 所以丧事过后 贺之舟便住在了书房 由我照料衣食起居 我端着甜汤到了书房门口 远远地 便听到了夜远远如气如素的声音 夫君 你要信我呀 是那老奴糊涂 拿错了药 和我没有半点关系呀 我已经让人把那老奴错骨扬灰 给婆母报仇 给你出气 求求你 莫要如此冷待我 你不理我 就连那些下人都敢欺辱我 贺之舟皱着眉 似乎多看夜远远一眼 都觉得头疼 原本有秦氏的枕边风吹着 世子之位贺之舟志在必得 现在秦氏一死 京城又疯传夜远远气死婆母 世子之位变数陡增 贺之舟一脸不耐地扶开夜远远 握住她胳膊的手 我最近在准备穷华宴 你无事莫要出来丢人现眼 有什么委屈 忍忍就过去了 夜远远愣愣住了 似乎不敢相信 以往对她体贴恩爱的夫君竟会如此 我勾起一抹笑意 贺之舟最重名声 以往她和夜远远恩爱 是因为夜远远欲使敌女贤惠的名声 可谓她锦上添花 现在的夜远远却成了她的污点 一个两年连杀二十几个通房的男人 你又怎么能指望她有情有义呢? 夫君 那你把如意那个贱臂给我 那天若不是她作证 我就不会背上骂名 你把她给我处置 我再给你安排更好的 贺之舟一把挥落了书桌上的杂物 你够了 夜远远 现在这个时刻 你还有心思争风吃醋 现在母亲没了 家里大嫂长家 多少双眼睛盯折我们 这个如意短时间内不能动了 正是如此 秦氏这个保护伞一死 二房在侯府处处撤肘 声孔被人拿住了把柄 所以 我暂时安全了 夜远远似乎被吓到了 捂着脸乌乌叶叶地转身跑了出去 我整了整发剂 端着甜汤 闪身进了书房里 暂时的安全还不够 我要的是让如意再不存在 二公子 甜汤好了 我放下汤 便跪在地上整理散落的笔墨纸燕 赫之舟一身束缚 紧抿着唇 手指一卷书册 端得是一副品格高洁 不尽女色的贵公子模样 唯有他斜眼打亮我胸脯腰身时的目光 和上下滚动的喉结 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察觉到赫之舟的目光 我抬眼回望 人牙子那里的管事嬷嬷 曾对我这一双眼睛嘖嘖赞叹过 像是汪了一红青拳 小心翼翼地看人时 最是勾魂射破 也是靠着这双寒情眼 我才在丧事过后求了赫之舟让我书房伺候 没有落到叶圆圆手中 果然 赫之舟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他快步上前 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腕 用力一拽 另一只手便顺势沽在了我的腰上 浑浊的气息喷洒在我耳畔 大白天的就要带着我往书房的小榻上倒 真是假正经 我伸出手 揉揉抵在他的胸口 二公子 守桑期间 不可如此 若是让侯爷和大公子知道 只消这一句话 便让赫之舟的兴致没了大半 他恼羞成怒一般扬起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滚 不知羞耻勾引我的剑壁 我急忙捂着脸 脸滚带爬地跑了 赫之舟的欲望得不到疏解 只能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喘气 随手抓起桌子上的甜汤 一饮而尽 我隐身在窗户的缝隙后 看着那只空腕 挑了挑眉 喝吧 多喝些才好 那可是打开你虚伪面具的钥匙 做完活计 回到住所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 刚刚推开门 一个瘦小的身影就小兔子一样扑到了我怀里 如意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给你带了夜宵 昏暗的灯光下 小草双手捧着几块糕点 眼睛亮晶晶地看向我 我摸了摸她枯黄的头发 笑了笑 小草 你在大厨房 一定要万事小心才好 无要紧事 莫要来这找我 小草点了点头 如意姐姐放心 我姐姐在天上会保佑我的 我粘起一块糕送入口中 摸了摸怀里那张薄薄的纸 很快 很快我们就可以让你姐姐 让那些如意们明目了 又说了一会话 我送走了小草 黑暗中 看着她瘦弱的背影引入夜色 我喃喃自语 皮肤汗术之举 若是我不幸允命 相信往后的如意 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一阵透着凉意的夜风吹过 一把极清极柔的声音被风送到我耳边 我可不许你死 我的头皮一瞬间炸开 猛地转身 一道纤细娇弱的身影 从茂盛的树丛中款款而来 是大少夫人陆明珠 她上下打量我 唇边斜了极满意的笑意 目光犀利 再没有往日的病容 你这丫头 不声不响 倒是个干大事的 我冷笑一声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若是注定要死 那我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拼得一线生机 就是赚到了陆明珠点了点头 二十多个了 你是最令我惊喜的如意 那天你不是真心为我求情 你是想激怒叶圆圆 让她杀了我 陆明珠笑了笑 坦荡承认 你果然是极聪明的 马上就要到穷华宴了 如意的数量也积攒得足够多 若能击得叶圆圆当众打杀了你 日后才好揭露赫之洲的真面目 可是没想到啊 竟是你故意调换了药 帮了我的大忙 我知道 你想搏一条生路 我会帮你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不是吗 我挑眉 所以 周嬷嬷那天下午 不是没有碰见人 厨房那些作证的婆子 都是你收买的 陆明珠含笑点头 不管真相如何 对她来说 调换药的人只能是周嬷嬷 我想起小时候听教习嬷嬷说过的一句话 在后宅里 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 我上前握住陆明珠的手 大少夫人 更身路重 莫要着凉了 奴婢觉得与您 甚是投缘呢 一阵风吹开了被云遮住的月亮 皎洁月光下 我们相视一笑 接下来的日子里 叶媛媛很是消停了一段时间 而贺之舟也成日心无旁骛地浮暗苦毒 美美疲乏之际 总有我的甜汤奉上 她如此苦毒 只因穷华宴在即 而这是她唯一翻身的机会 朝廷选拔官员 寒门学子可以通过科举入室 而穷华宴 则是为世家勋贵子弟们准备的科举 由帝王亲自主持 随心出题 参宴的世家公子们现场作答 再由皇帝和大儒们评出优劣 授予官职 很多有爵位的人家 更是把这穷华宴上的名次作为席爵的必要条件 所以这次穷华宴 贺之舟和贺之远都精心准备 全力以赴 赴宴的前一夜 我照例为贺之舟送上甜汤 二公子 您准备得如何了? 贺之舟倾笑一声 这次的魁首 我志在必得 贺之远是在我母亲手里长起来的 教她的先生多是徒有虚名之辈 论文采 她差我多疑 随即好像是觉得自己失言 又皱着眉呵斥 一介奴婢 这是你该关心的吗? 退下 我低着头 慌忙退下 一日傍晚 跟着贺之舟进宫赴宴的小司 喜气洋洋地敲着锣鼓回府报喜 恭喜侯业 贺喜侯业 咱们家二公子是本次穷华宴圣上钦点的魁首 老侯业大喜 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一样打赏出去 多日不出房门的叶圆圆激动得胸口起伏 苍白的脸色上肉眼可见的染上喜悦的红韵 陆明珠含笑向老侯业贺喜 经过我身边时 极轻柔的声音飘到我的耳边 你要的东西 我已经给你了 莫要让我失望才好 我笑着垂眸 威远侯府披红挂彩 大雁宾客 京城达官显贵云集 老侯业当众宣布 此子累我 可担重任 威远侯的爵位后继友人 曾经因为名声被京城贵妇圈子排斥的叶圆圆 在锦衣华服的包裹下 满面红光地享受之前 对她冷嘲热讽的贵妇们的赞美奉承 管家权也重新回到了她的手里 人人都在威远侯府二公子、君子端方 客己负礼、文采斐然 人人都说 二少夫人叶圆圆是个贤惠又有福气的 夫婿上进 后院省心 夫妻恩爱 这对婢人再次惹了众人艳羡 名次不好的贺之远 带着夫人陆明珠 只是远远地坐在角落 帮忙招呼宾客 毫无存在感 贺之舟守校期间 应酬宾客只能以茶代酒 她接过我奉上的茶杯 抚一沾唇 便眉头一皱 因为我在茶杯里放的是酒 人生得意之时 怎可没有酒助性 守校期间略放纵些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民不举官不揪 罢了 况且她即将成了威远侯府世子 她的大哥一家将在无立足之地 谁还敢来出她的眉头 贺之舟只当我是在讨好她 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 她的脸孔渐渐发红 我借着宽大衣袖的遮掩 轻挠她的手心 滚烫一场 公子 您有些醉了 奴婢扶您去歇息发散一下吧 说这话时 我的声音极小 附在贺之舟耳边 呼出的气息喷洒在她的耳朵上 一双眼睛水灵灵地望向她 她的呼吸 愈发急促 却还是强自镇定地点了点头 错身退开一步 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身体却大步向前 朝外走去 我跟在贺之舟身后 远远地 透过分杂的人群 对着叶远远挑衅一笑 哎呀!我的玉佩不见了! 那可是遇刺之物 定是刚才撞了我的那个绿衣小丫鬟偷走了 陆明珠拉住那焦急的贵妇人 柔声安慰 宝华郡主莫及 定是丢不了的 一旁帮忙上菜的小草跪倒在地 窃窃开口 那个丫鬟撞了人以后 我看见她往那边去了 小草手指的方向 是供宾客休憩的最云轩 遇刺之物丢失毁坏都是重罪 老侯爷带着赫之远·陆明珠等人 赶到最云轩的时候 只听一阵男女交合的谜谜之音隐隐传来 再场经了人事的妇人们都红了脸 陆明珠有些慌乱 想来定是府中下人干出的荒唐事 老侯爷黑着脸 一脚踹开了房门 满地的锦绣绫罗 床榻上白花花的两具身体物渍纠缠 竟是赫之舟和叶圆圆 面对突然看了一场活春宫的众人 叶圆圆尖叫一声 缩进了被子里 赫之舟彻底傻了眼 赫之远一脸地痛心疾首 像急了心疼弟弟的兄长 二弟 尚在母孝之中 你怎可公然白日轩吟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不成 几个年老的文官清流 气得胡子都一抖一抖的 恨不得立马寻了纸笔来 参这个私得败坏至极的赫之舟一本 老侯爷的脸色更是阴沉如墨 当今圣上最众孝道 赫之舟此举 暗律当流放三千里 今日众目睽睽之下 无法遮掩 这个儿子 废了 赫之舟的眼神渐渐清明 他胡乱套上衣服 跪在老侯爷脚下 慌乱得喃喃自语 我喝了酒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热得厉害 脑袋越来越沉 然后是他红遮眼镜晃了晃头 啊对 是如意 是如意给我端了酒 因我来了这里 床上的叶圆圆尖叫一声 是如意那个剑壁 我看到他勾着夫君来此 我不放心 就跟来看看 赫之舟突然之间扶至心灵 父亲 我定是被他下了药 才会做出此等荒唐之事 还是被陷害了呀 我冷笑一声 这赫之舟能在穷华宴夺魁 自然不是个笨人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我身上 我跪倒在地 奴婢没有 就是公子自己要的 奴婢怎么敢给主子下药 老侯爷的脸色稍缓 回身向一位赋宴的老者行礼 吴太医 您跪为太医院院判 医术高超 烦请您出手 还犬子一个清白 吴太医细细把脉 赫之舟的眼里 渐渐生腾起了希望 半晌 吴太医起身 侯爷 但凡被下药 体内都会有所残留 但是二公子体内 并无中毒的迹象 吴太医得高望重 专为皇室诊治 他说的话 无人敢质疑 一时间 众人看向赫之舟和叶圆圆的眼神 都满是轻蔑鄙夷夷 没想到啊 这夫妻二人 竟是如此道貌黯然之辈 平日里男的端方女的贤惠 竟在孝妻就迫不及待的白日轩吟 传言威远侯夫人就是被他们活活气死的 看来所言非虚 我微微抬眼 含笑看向呆滞绝望的赫之舟和叶圆圆 赫之舟每日所饮的甜汤里放了分量 极轻地催情秘药 积少成多 此药欲久则被积出 甚为猛烈 最妙的是 一旦到达极乐巅峰 便会立即消解得无影无踪 哪怕是太医院国首来了 也探不出一丝踪迹 此等神奇秘药 我一个丫鬟自然是没有的 还要多亏了出身医药世家的陆明珠相助 那叶圆圆更是愚蠢 都不用我费心引她前来 只要让她看到我和赫之舟一同出去 她便按捺不住了 迫不及待地想处置了我 好和赫之舟重修就好 没想到 春宵过后 一切荣华富贵都化作乌有了 叶圆圆突然抓起手边的花瓶 静止朝我砸了过来 你这贱臂 说是谁指使你这般害我 是不是大方的人 我偏头躲过 甚觉好笑 从始至终 在叶圆圆眼中 丫鬟都只是一个人形物件罢了 不可能为了求生而做什么 只可能是被人指使 各位主子明鉴 奴婢到二公子身边 伺候时间虽不长 却一心施主 绝无二心 那丢了玉佩的宝华郡主 却突然眉毛一挑 我刚刚明明听他们喊你如意 世人皆知 二公子房中只有一个通房叫如意 是从小跟在身边服侍的 怎么刚才你却说伺候的时间不长 此言一出 本来有些尴尬 打算散去的众人 再次聚拢起来 陆明珠有些不自然地陪笑 郡主 许是这丫头嘴快说错了 二弟房里的是 母亲在的时候说过 不让别人过问的这话 欲盖弥彰 那郡主更加好奇 我且问你 你是不是叫如意 是不是二公子的通房 是不是自小服侍的 我懵懂地抬起头 好像被吓到了一样 浑身发抖 奴婢 奴婢是叫如意 是二少夫人挑给二公子的通房 奴婢刚刚入府没多久 只是二房有规矩 公子重名声 少夫人要后院干净 所以 二公子只能有一个叫如意的通房 奴婢听说 之前有二十多个姐姐 都叫如意 我的嗓音轻亮 醉云轩内虽挤了许多人 但此刻 却鸦雀无声 那郡主微微弯腰 我且问你 那二十多个如意都去哪了? 我抬头 直视她的眼睛 从怀里掏出那张薄薄的纸 展开 露出那些以血书写的名字 他们都死了威远侯府的一场庆功宴 惨淡收场 却在经中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当今圣上以仁孝之天下 律法规定 哪怕是牵了死弃的奴婢 也不可无故打杀 所以 主资处之下人 都会寻一个名头 这条律法至今无用武之地 唯有赫之舟成了第一人 皇帝震怒 下旨将赫之舟夜圆圆二人各丈五十 守孝期间公然淫乱 流放三千里 永世不得回京 威远侯至家不严 耻夺官职 闭门思过 烈日炎炎 老侯夜接过圣旨 刚要起身 便一头栽倒在地 使尿流了满身 竟是中风了 哪怕及时失针 也只能瘫痪在床 长子赫之远席绝 我去见新任威远侯夫人陆明珠的时候 她正在梁亭和宝华郡主告别 今日不多留你了 改天我去你那 郡主爽朗一笑 咱们是自小的手帕交 何必如此客气 说吧 偏然离去 那场闹剧 从始至终 陆明珠都是一个寅人懂事 贤惠和善的大嫂的形象 身在局中 却不染仙尘 我缓缓行了一礼 陆明珠微微一笑 你和小草的放奴书在穷华宴之前 我便给你了 你们的身器也从夜园园处找到了 如今你不再是侯府奴婢 不必对我行礼 我垂谋 这一礼是谢您 露明珠挑眉 是谢我帮了你吗? 我摇了摇头 我为了保命 你为了地位 我们是合作而已 况且 若是没有我 单靠二十几个奴婢的性命 顶多让赫之洲名誉有损 未必可以有如今的局面 我这一礼 是谢您信守诺言 如约放我自由 没有杀我灭口 露明珠妈撒手中的茶杯 事发那天 你就送小草出了府 不是吗? 我点了点头 盟友互利结束 又怎能不留后手 露明珠挥了挥手 一个丫鬟捧了一个包袱递给我 入手沉甸甸的 露明珠起身 遥望远处被妾室通房环绕赏花的夫君 目光深沉 你走吧 此时正是好时节 我回头望向一朝得意的赫之远 心里暗暗叹息 露明珠飞良善之辈 这侯府中的争斗 才刚刚开始 离开之前 我带着小草去荆兆尹的大牢里探望了即将被流放的赫之洲和叶元怨 午时大板下去 昔日高高在上的公子夫人 浑身是血 苟延残喘地趴在地上 游字互相埋怨争吵 叶元怨看见是我 随手抓起地上的稻草乱灰 贱人 你还敢来 我杀了你 我叹了口气 掏出露明珠给的金元宝 塞了两个到负责押送他们的差役手中 听说到了流放地 是要被官卖为奴的 那差役眼睛一亮 把元宝收到怀里 要是要的 但若是家人打点 可只贬及 不发卖 我摇了摇头 又塞了一个元宝 卖 一定要卖 给他们卖个好地方 这一路上 也请大哥好好关照他们差役颠了颠元宝 呲牙一笑 姑娘不打点我也会的 他们的事京城都传遍了 我平生最恨这种道貌黯然和为虎作娼之人 说完便揣着元宝走了 叶元元和贺之舟看着这一幕 气得眼睛几乎要滴出血来 见壁 我搂住小草 知道她是谁吗 说完又笑了笑 她叫赵小草 是赵妞妞的亲妹妹 他们一脸茫然 我又耐心地解释 找妞妞就是上一个如意 你们当然不会在意一个物件叫什么名字的 但是啊 这小草是在大厨房做活的 没有她帮忙 我可不能轻易换了秦氏和陆明珠的药呢 叶元元尖叫一声 是你 竟然是你 我点了点头 是我呀 不然我怎么能逃过被赫之舟糟蹋的命运 又怎么能有机会和陆明珠合作 给她下药呢 赫之舟急急爬了两步 果然是你 你们俩有今天 都是自己就由自取 可能你们做梦都没想到 在你们眼里连人都算不上的丫鬟 连隐瞒都懒得隐瞒的如意 会为自己谋一条生路 小草掀开费力提着的木桶 里面竟是满满的盐水 她用力把盐水泼向二人瘦了板子 鲜血淋漓地下半身 伤口出了盐 钻心地疼 赫之舟和叶圆圆惨叫起来 小草面无表情 还你们的我心中一暖 这孩子还记着 我被逼用伤手腌咸肉的苦楚 离开之前 我看着狼狈不堪 如阴暗驱虫一般的二人 记着 我不是如意 我叫何笋儿 我被拐石太小 只记得这个名字 如同春笋一般 在暗黑中茁壮成长 寻得生机破土而出 我想 这是我爹娘给我的祝福 后来 我和小草去了江南 开了一家点心铺子 雨后出情 我选了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把那张凝聚二十二个苦命女子名字的纸张点燃 挥烬随风飘散在这山水之间 如意 赵妞妞 聂云儿 陈锦娘 罗碎碎 李小宝 你们自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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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